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那个万位的近视值 ok 然后呃什么数目的万位的近视值是2万 然后我就有19,999 然后还有什么套码的万位的近视值是什么的 ok 其实他有很多的 ok 你只要有那个15,000的话 我的万位的近视值是什么呢 15,000的万位的近视值 他就会变成了2万 ok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呢 很多学生就以为只有到19,999 他的万位的近视值是2万 ok 然后可是事实上呢 不止的 就是说他还有什么号码的万位近视值是2万呢 你就心里想2万01的万位的近视值是什么呢 在这一边 他不用近位 所以他万位的近视值出来 他也是那个2万 看到吗 所以在这一边甚至我到了24,999为止 ok 他的万位的近视值还是属于2万 ok 因为他没有到那个5 所以他就不需要近视值 所以他就不需要近位嘛 所以在这一边的这个万位的近视值呢 他从那个15,000开始 ok 他从15,000开始 然后到那个24,999的万位近视值都是2万 ok 所以好多啊 然后在这一边他叫你画那个 呃 画线数字的数位 然后写出那个数目的近视值 所以这个是在万位 所以他的万位的近视值是什么呢 这个是万位 万位的近视值是1000 0,000 ok 然后这个是千位 千位的近视值的时候 这一边你可以看到 他超这个没有超过5 四捨五路 就捨七掉了 然后这个6,6我就近位 所以他是25,000 这一个是百位 然后我在这一边 他就会变成他要近位加10 再近位加10 然后他就变成八零零零零零这样 ok 然后这一个是十位 他后面这一边他是1 所以他不用近位 是1 46170 然后这一个 他是0 不用近位 所以他就会变成五零零零零 这个是万位的近视值 然后 他在这一边 呃 他说千位的近视值是八万两千 这一个的千位近视值是八万三千 所以这个不对 然后这一个 呃 对 ok 八万两千 ok 然后这一个 也不对 ok 然后这一个 嗯 对 ok 所以在这一边呢 因为他近位就八万两千 这一个呢 会变成八万 这个不是 所以这两个不是 这两个是 然后在这一边百位的近视值 ok 千位的近视值 然后这一边是百位的近视值 百位在这边 然后我们要百位的近视值的时候 这一个他就会变成七五零零零 ok 所以这个正确 这一个呢 他会变成七四六零零 所以这个不是 然后这个是 这一个呢 他会变成七五 然后三零零 所以这个也不是 这一个呢 他没有近位 所以他会变成七五零零零 所以这个正确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 我们 呃 就是这样 然后 嗯 嗯 就是这样而已 ok